Cast Off Cast Off Change Beetle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RC 是你們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SARC的方舟人師部 那今天的這部影片 試得我們再度來展示一些新玩具吧 那我們就用最新的關卡 國際服最新的活動此地之外的BH-8 來展示這個新玩具 此地之外是個怎麼樣的活動呢 基本上他是個小到不行的活動 他甚至連活動的日期 都非常的短 直到7月13號 好像才一個禮拜而已 是個非常小的活動 那他這個明信片呢 可以在絕大多數其他關卡也都會掉 他能換的獎勵也都非常的有限 但是有一個賀莫的實裝 那這次的活動我個人覺得是蠻失望的 因為這次的活動能刷的道具真的很少 你有沒有看到這是海膽 有沒有看到這是菊糖 可是呢他們掉入率都很低 大概都是30%左右 所以其實也沒有刷的價值 那基本上我個人認為就是這個活動 你就打一打過水 然後趕快結束掉了 然後就可以準備下一波的危機合約 國際服下個危機合約應該是CC04千鋒行動 對差不多 好啦OK那我們就直接進到我們隊伍解析的部分吧 好那以上呢 所有使用的隊伍嗎 當然沒有啊 這邊呢我們要介紹今天要展示的新玩具 沒錯 就是我們的匠字跳跳虎3啊 OK 地表LUCK自由的男人匠 匠字跳跳虎 他是個全聖系建位 對那大家對全聖系建位應該是非常非常的陌生 對因為基本上很少人在用 但是呢我們的三大哥表示我跟那些人不一樣 是的大家有沒有看到他高達2689的血量喔 基本上是劍聖系幹員的體質啊 然後呢 攻擊力開了2技之後可以突破1000喔 根本就是超級猛然啦 而且還擋2喔 而且每秒可以回復7%的最高生命值啊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個火力升級版的血精生存法則 難怪他是四大基石之一喔 對真的非常用起來真的完完全全沒有任何的技巧 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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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腦的一隻角色 雖然是男的但是各位Fury Kong好不好 這隻角色真的太無腦了 一定要抽台服出現了一定要抽 如果你還不想抽覺得他是男的 你不想抽覺得他是猛男你不想抽的話 那趕快來把這部影片看完吧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他要抽了齁 OK那BH-8呢我們會遇到一個不講武德的老敵人 是的就是我們的鼠王喔 那鼠王在這一關的機制有點奇怪 他有的時候他那個十字爆破 對不會放在血量最高的幹員身上 至少我第一次打的時候不是這樣子啊 對就不知道可能這是個BUG吧 好那開場我們先放上我們的桃金娘 對對放上桃金娘 之後呢開個2倍速 之後呢直接把我們的猛男 對Luck自由男人三大哥放在這個地方 之後馬上開啟他的技能 瞬間用三拳了結可憐的小兵啊 好那為什麼要把他放在這邊呢 原因很簡單啊 這邊會出現一個就是非常討厭的點 也就是大家最討厭的特攻喔 光劍哥喔 那據大家所知嘛 對如果你有打過CC靈異的話 應該都知道光劍哥呢 其實是個攻擊力非常非常高的敵人喔 對光劍的攻擊力其實非常非常高喔 那基本上連重裝幹員都很難扛得下光劍哥的攻擊喔 但是三大哥表示我跟那些人不一樣 我每秒有7%的生命回血 而且我的血量高達2689 我跟重裝幹員一樣多的血量 我防禦力變325了 沒差因為我自己會回血 我甚至連補師都不用 那我攻擊力有1067喔 不信 對跟光劍哥PK喔 那所有健身機幹員 遇到光劍哥最怕的地方是什麼呢 光劍哥會讓你智障化 對就會讓你智障化 就是讓砍一下 擋一個幹員就沒辦法再擋人 但是三大哥表示 你 你有砍我嗎 你給我站在這邊跟我單挑 有沒有 又一個光劍哥死在三大哥的手下 就是 非常可怕的一個幹員好不好 那為了展示他的強大 我甚至不想把蘇蘇洛補在這邊喔 對我把蘇蘇洛放在這邊 當然這邊最好的站位呢 還是把蘇蘇洛放在這邊 然後攻擊位置朝下 但是最好的 那我現在不要 因為為了要展示我們三大哥的強大喔 因為呢 他的血量呢 比我的四二姐 還有比我的 黃大喵 還有比我的賽媽 都還要更高 所以呢 待會他不只要面對光劍哥 還會面對 屬王無情的十字爆破 讓大家看一下 每秒回最大生命值7% 到底是個怎麼樣的概念喔 基本上呢就是個做壞的角色 超級無敵世界做壞的 OK 第一次覺得全聖機幹員非常厲害 而且他進入之後呢 可以獲得防禦力的提升喔 還有就是獲得10%的物理迴避喔 對其實真的很厲害喔 而且攻擊呢 還會降低對手的攻擊力喔 真的還蠻猛的 好屬王出現喔 那接下來他會開始放那個龍捲風 那這邊為了避免他把我們的蘇蘇洛打死 所以我們開啟我們蘇蘇洛的技能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三大哥 在被十字爆破放的情況下 他還是可以毅力不咬的 繼續中那些小兵喔 對沒錯 直接一個人把這條路給卡死死了 非常的恐怖啊 這隻角色 真的不知道後面的角色 到底是用什麼來設計的 可能是因為前面的六星都設計得太強了 所以後來才出現了一隻異克吧 就讓他覺得說 欸 異克好像沒有那麼厲害 真的 我覺得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角色做太弱你知道嗎 而是 之前很多六星都做太強了 你看 我現在要開了這隻角色 四二姐就是做太強的一個範例喔 然後這邊開啟那個挑戰式的技能 因為這樣的話 十字爆破呢 就會跑到四二姐身上了 沒關係 我們就一樣 老 老規矩喔 直接用那個什麼 我們的黃昏把鼠王給消掉 老套路喔 害老頭 然後重點是各位最可怕的是什麼 我們的三大哥 還是繼續在這邊屹立不咬 他幾乎擋掉了這邊所有的光劍哥啊 要知道光劍哥呢 是個非常非常討厭的敵人喔 他一個人就打在這邊擋超久啊 真的 一個一個 把小兵全部歐拉到死掉啊 真的超可怕的 就這樣子 在三大哥的carry下 我們的賽媽呢 跟我們的黃大喵 甚至一點壓力都沒有 就結束這場遊戲了 他被十字爆破放 然後還被光劍哥攻擊 對 然後還沒有補師支援他 一個人就可以把一條路撐好了 真的是有夠變態了 所以建議大家 這男人 這男人超猛 根本就是個猛男 一定要抽他好不好 真的太厲害了 一定要抽他 好啦OK 那以上呢就是三大哥的展示 跳跳虎的展示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